去當沒觀光的人 也是很少 台東的氣球節是今年第2個禮拜 不過 平常是跟你的大方日 平均交交給錢 現在就有相關 點價是跟其他台東安鎮的海埔 希望可以頒回 個人到台東路由的信心 台東的氣球節催人開幕後 台東跟四個觀光 往整整個開始 不過因為受到個人出國路由增加 也還有北部到台東提光路交通 連接受到台東大富的順海 讓郵客比較無心的路南到台東 其實台東是很安全的地区 不過把各地的力氣球活動 人氣跟翁妮都不會比的 觀光路由入場 各地的政府政府政府到三天 不過都看不到效果 現在入場實在普通是大房秘密 也還有想看自己帶台東安全的海埔 希望個人到台東來入場 你說客人來到你店家的時候 你也可以 客人願意支持我們就一起打卡 讓我們把台東安全的這個訊息 把它傳播出去 從上禮拜開始 我們的光雕活動 已經帶來爆滿的人潮 那接下來我們後續呢 還有一系列的包括海外的包機活動 管庫表示已經跟國內路行車合作 用瓦南提出包機在北台東 北部30租航已經開辦 再230位瓦南遊客來台東 亦載230位台東的路客去瓦南 亦載說包機若上台化 會能創造瓦南遊客 跟要出國的在地人 更方便的路由環境 我們說三個提示 那至少如果都客滿的話 那越南那邊有690個人 過來台東做理由 亦載說因為這邊瓦南包機行銷很順利 10個約有20瓦南包機 總共三台出航班 對台東的觀光 多少有幫助 記者綜合部讀